中国女竹丢冠真音曝光 亚洲联最新官宣 日本女竹高兴太早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也是亮仔 这首周知最新的女竹东亚杯的比赛已经结束 在这一次的真冠之夜当中 中国女竹非常遗憾 0比0逼平的日本队 这种因为整体积分处于劣势 我们是非常遗憾的输给了对手 无缘这一次的冠军 那么对于中国女竹而言 这一次丢掉冠军的话 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结果 毕竟在此前亚洲杯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曾经强势打败韩国以及日本 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阔别16年战上亚洲的巅峰 所以这一次的东亚杯 我们面对三个对手 居然不能够拿到一个最终的冠军 确切实实是不太符合我们球迷的一个想象的 当然从目前来看来中国女竹 其实这一次之所以输掉比赛的话 除了和对手强劲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一次我们整体的目的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我们其实是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目前进行已经结束了三场比赛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中国女竹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安排我们年轻的主力球员来上场的 比如说像汪玲玲以及张灵燕这些 在此前很少出现在国家队身影当中的一些球员 这一次得到了大量首发的机会 反倒像唐嘉丽王霜 这些我们核心系的大腿人物 在最近这场比赛当中 基本上都是替补登场 或者说首发登场的出现的时间也非常的少 所以他们的一个时间很大一部分 都给让给了那些年轻球员 所以你这样做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可能一方面确实能够让很多年轻球员得到更好的锻炼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在等体的能力上 包括攻防的配合上面 就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毕竟的年轻球员是任头青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自然面对日本这种劲敌的就容易发生失误 所以最终我们中国队在这帮年轻球员的主导之下 虽然说逼平了日本女竹 但是也暴露出最不少的一些问题 最终还是比较比较被动了 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所以从目前来看来 中国女竹丢掉这个冠军 其实并不证明我们是一败涂地 只能够证明我们这一次 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年轻球员的一个锻炼上面 所以最终输掉比赛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目前来看来 在我们中国女竹水性侠给到更多时间 给到年轻球员之后 我们整体的一个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这一次东亚杯比赛结束之后 亚足联也是官宣了这一次 获得东亚杯的聚佳后卫球员的名单 那么这份名单我们可以了解到的话 其实最终的话 是由我们中国女竹这边的年轻球员汪玲玲来获得的 所以从这一点的一个嘉奖以及认可当中 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最终收获了年轻球员的一个很好的成长 我们这一次的练兵目的是初步达到了 汪玲玲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所以说实在我觉得 其实这一次我们不能够拿到冠军固然可惜 但是也并不见得是一个伤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练兵的目的 我们年轻球员在这一次成长得非常的快 也展现出了他们的实力 是我们后续去发展的坚强的后盾 所以这一次其实对日本女竹而言 赢下中国队也并不见得是一个值得多么高兴的事情 虽然说在家门口拿到冠军 但是我们现在放更长选来看 我们的主力逐渐成长起来 将来如果再次有机会碰面的话 其实鹿死谁手真的不好说 我们完全有机会能够逆风翻盘 所以接下来也期待着后续中国女竹能够继续加油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